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Speaking of Sam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跟Sam生语 这巧妙记忆小学800单词 今天是咱们第28讲和第30讲之间的复习课程 好,现在跟Sam老师一块花最短时间 用最少脑力记忆最多的单词 好,第一个单词读作ship 大家会说,老师,这是不是绵羊吗? 大家注意,绵羊是sheep,发是长音的e 而在这里的字母i,发是短音的e 发的时候要短促,干净利索 sheep,意思是轮船 好,轮船 There is a big white ship 什么意思?有一艘白的,大的,白的轮船 那又有一个白色的大轮船 好,看着音标再读一遍 There is a big white ship 这是个主系表结构句子 这句话咱们学过了 sheep,绵羊是sheep sheep The spelling for sheep is s-h-e-e-p 那么绵羊的p写词是s-h-e-e-p 和这个s-h-e-p是不一样的 好,同学们,我再往下看 sheep,完了之后出来个chip chip,薯条 我就爱吃薯条 但是你要小心,吃这东西呢,容易长胖 I love eating chips with sauce 我爱吃薯条 怎么吃呢?方式是这样的 是蘸着酱吃 你看,番茄酱 tomato sauce 好,with sauce 那么看音标 I love eating chips with sauce 喜欢蘸酱吃薯条 这也是个主为兵结构的句子 好,再往下看 出了个cheep cheep 同学们说,老师,这不是已经读chip了吗 好,这是短音的e 而这是长音的e cheep 意思是便宜的 作为形容词出现 cheep cheep the new shoes are so cheap 哎呦,这新鞋是如此的便宜 好,the new shoes are so cheap 好,这是个主细表结构句子 好,sheep cheep cheep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 有了这个sheep之后 我们又往下延展出来 另外一个单词做 shape shape 这回呢咱们中间的字母 放的是a 是吧 shape 什么形状 shape we can see many shapes 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形状 好,we can see many shapes 好,这也是个主为兵结构句子 那么再往下 出来个shop shop 什么呢 学过的啊 对,商店 好,商店 my mother is in a shop 我妈妈呢 是在商店里面呢 看着音标 my mother is in a shop 主细表结构句子 我们再往下看 shoe shoe是什么 鞋子 但鞋子往往出现是负数的 因为鞋子是两只嘛 所以说往往是念shoes的啊 好 I have a pair of blue shoes 我有一双蓝色的鞋子 看着音标 I have a pair of blue shoes 我有一双蓝色的鞋子 这是个主为兵结构句子 好,再来 child 是吗 孩子 儿童 孩子啊 she is a lovely child 她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主细表结构 好,她的复数大家记不记得 children 孩子们 they are lovely children 他们是可爱的孩子 they are lovely children 他们是可爱的孩子 好 child有了 然后有了一个children 那么我们现在再往下走 来一个wild wild wild是什么 是野生的 野生的 可以是野生的动物 也可以是野生的植物 wild wild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this is a wild animal 这是一个野生的动物 狮子本身就是野生的 好 this is a wild animal 看音标 this is a wild animal 好 这是个主细表的句子 好 再读一遍 this is a wild animal 好 wild 完了之后 咱们出来了一个will 好 这是青来动词 意思是将要 往往有了它呢 咱们的将来时就 组成了 好 will i will drive the car tomorrow 我将明天开这辆汽车 好 i will drive the car tomorrow 好 再读一遍 child 孩子 children 孩子们 wild 野生的 will 将要 再往下 有了这个child之后呢 咱们就出现了这个 什么呢 出现了一个build build作为动词啊 就是建筑建造的意思 你看他们在建房子的吧 they are building a new house 他们正在建造一个新的房子 那么这句话的音标是 they are building a new house 主意宾结构 主干事 他们正在建造一个房子 很清楚 那么这个build加一个ring之后 变成了building building就是建筑物啊 同学们 建筑物 this building is so high 这个建筑物也是如此的高 建筑物是如此的高 this building is so high 主席表结构 好 再往下 我们出了个ill ill意思是生病的是吧 she is ill 想加个程度 说she is so ill 就是她是如此的生病 好 然后出现了个kill kill什么意思 杀死 是吧 I want to kill the bad people 我想要杀死这些坏家伙 坏家伙 然后又出来一个bill bill什么 账单 是不是 我们经常买完东西要付账单呀 是不是 好 I don't want to buy the bill 我不想买单 嘿 我想说我也不想买 谁都不想买单 都想这个免费获得东西 好 ill kill bill 再往下 有这个ill之后 咱们就出现了一个till 作为一个借词 或者连词 借词意思是直到 I will walk to tomorrow 主意结构 我将走路 走到明天 哎呦 劲头非常足 然后这个fill 是填充 填充 填满的意思 I want to fill the plate 我想要填满这个盘子 再读一遍 I want to fill the plate 主意冰结构 主意是I want 是位语 to fill the plate 东西不定是 主意冰语 然后说这个film film就是咱们的电影了 film I will watch a film now 我将现在看一场电影 那么还是主意冰结构 那么最后又出来这个ill之后 咱们又学了这个fill填充 最后引导出来是一个field field 你看这是field 下面下来个field 这是短音的 是长音的field 场地 场地或田野 I want to visit the field 我想参观这个田野场地 好 以上是咱们本次复习 希望大家一定要复习 不复习往下走不动 好同学们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e guys